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实力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经过一小时11分钟激战商俊成以0 2 2比6 3比6的比分落败 无缘难担8强 值得一提的是 商俊成以往相对薄弱的发球环节 在本场比赛有了提升 共计发出了9G ACE 比地亚福多3个 要知道商俊成一共才得了46分 止步第三轮后 商俊成在本战赛事 斩获了55个ATP积分 由于扣去了去年同期一战 挑战赛冠军的80个积分 商俊成的ATP总计分为395分 及时排名第154位 锦号挑战30天在头条 写日记锦号锦号 头条创作挑战赛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